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到底是什麼啊?就是一個爛東西啊 自己是沒辦法接收這麼會掉粉的 眼影 哈囉大家好我是楚敲 為什麼場景又變了呢?因為我又搬家了 所以呢這個影片呢 我需要大家給我一點意見 你覺得這個光好不好 因為這個光其實現在不是自然光 應該看得出來吧?這個光是我 自己的打光 其實我個人是比較喜歡用自然光 可是自然光就是比較不穩定一點 所以我想要問大家你覺得這個光 怎麼樣?就是如果你覺得這個光也不錯 的話以後可能就是用這個打光 就是不用說要等 每天的哪一個時段 錄影那自然光才會比較好 我就是可以直接用這個打光 這邊跟我講一下你有沒有聽到很多 雜音?因為我家有養魚 魚的那個打氣的我平常錄影是會把它關掉 可是今天就想說 不要關掉試試看 然後你會不會聽到很多雜音 還是你覺得還好 那鳥叫就是沒辦法 因為我們外面有一棵很大的樹 然後樹上就是有住了很多鳥 所以就是鳥叫是一直都有的 我也沒辦法 那今天這個影片呢 是 我給這個 Maybelline的 Lemonade Craze的眼影盤的 第二次機會 之前呢 我剛買的時候 台灣還沒有人 就是po這個眼影盤 那時候我有po在IG問大家台灣有沒有這一盤 然後那個時候大家是說還沒有 那後來我就是最近看到很多YouTuber收到公關品 就有收到這盤眼影盤 可是台灣的這個眼影盤好像是比較方一點 那澳洲的是比較長一點 可是裡面的顏色基本上是一樣的 那我那個時候第一次試用的時候 我就覺得天啊這盤眼影盤也太難用了吧 就是它的顏色會掉粉 然後又很不顯色 然後又很不好遇染 可是我看了台灣YouTuber用得好像很開心 我會覺得欸難道是就是我用的時候錯誤嗎 還是什麼 所以我今天就是想說 再把它拿出來再用一次試試看 那就是完成了現在我眼鏡上面的這個眼妝 等一下也會有試色給大家看 因為我記得我那個時候試色的時候 我也覺得怎麼連試色顏色都這樣 所以等一下也會試色給大家看 其實我錄這個影片的時候 我已經有心裡準備就是它會和Morphe 和Jacqueline Hill的眼影盤 很像就是一個大災難就對了 可是我今天畫的時候覺得其實 好像也沒有我想像中的這麼糟 它畫出來的感覺也還不錯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它實際使用起來是怎麼樣子 還有試色的話呢 就請繼續看下去喔 那我就試個顏色試個顏色試給大家看 首先是這個第一排 可以看到它試色起來其實是非常可怕 就是它的顏色啊非常的不均勻 而且像這個顏色也是基本上看起來像沒有一樣 但是它的珠光色我覺得表現還不錯 它的珠光色蠻漂亮蠻細緻的 接下來中間這四個顏色 它的霧面色摸起來其實還蠻柔順的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試在手上會這麼的可怕 其實因為這個燈這樣砸下來 有沒有畫上去我都不知道 一樣就是你看它的霧面色啊 都是非常的可怕 你看用手指頭試色都已經是這樣子的話 表示說它沾在刷子上 可能會比這邊還要好 所以就是它的顏色真的不是說非常的顯色 接下來最後這四個顏色 不知道為什麼這個橘這個蜜桃和這個黃 摸起來就沒有這一些霧面色這麼柔順 而且它沾在手指上的時候就已經蠻可怕 就已經不是非常的均勻了 是手背好了 再把它推開一點 它的珠光色一樣還蠻細緻 表現還蠻好的 你看蜜桃色和黃色 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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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顯色 而且就是真的沒有很均勻 我剛剛還要再回去搓幾邊 它才比較均勻一點 這白色真的就是不予置品的啦 你看 這白色摸起來很奶油質地 可是它上上去就是 到底是什麼啊 就是一個爛東西啊 就是這個點影的這個試色 就是這樣子 真的覺得 因為試色通常是 最飽和的時候 因為你用手指頭直接沾 直接試在你的皮膚上 它其實應該要是最飽和的時候 你用你的手指去這樣暈它 其實應該 它如果有它的粉好的話 是會很均勻 但是這個眼影盤這樣子試起來 就會覺得 這到底是 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到底為什麼會這樣 你可以看我的IG 就是試色照 我試完也是傻眼 就是大傻眼 然後加上我那天 畫的眼妝真的是很可怕 然後其實我這次搬家的時候 我很想把它丟了 可是我覺得不行 我一定要就是再給它 再給它一次機會 所以我才把它留到現在 才來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試色如果你覺得它很可怕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我怎麼樣完成這個眼妝的 那接下來就是眼妝的分享 首先呢 我要先沾這個顏色 就是整個打底 那我要用的刷子是 Lab Square的 Stroke of Genius Crease Brush 它是一個很一般的膚色 然後你看啊 這個粉 其實我覺得它還蠻會掉粉的耶 這樣看得出來嗎 你看它的粉 自己是沒辦法接受 這麼會掉粉的 眼影 先把它上在整個眼皮上 讓後續的其他眼影會比較好 暈染一點 接著用同一支刷子 沾這個Lemonium Crate 這一個黃色 這一盤中比較重要的顏色 一樣很會掉粉 我真的沒有沾很用力喔 它的粉就是還蠻鬆的感覺 一樣把魚粉抖掉 因為我怕很難暈染 我記得它這盤不好暈染 就是先用這個顏色呢 放在眼睛的最外圍 它這個顯色度我覺得 應該算不是很好吧 就是它剛下去你眼皮的時候 很慌 就是稍微暈開它就 顏色就變得淡 非常非常非常淡 來另外一邊 那我的眼皮上是 沒有做任何打底的 因為我平常畫眼影 或沒有重要的活動要參加 要讓眼影保證維持一整天的話 我基本上是不會打底的 因為我覺得好的眼影啊 你不打底它也是會非常顯色 非常好暈染的 打底只是一個加分的作用 它並不是 對打底是一個加分的作用 它沒辦法解決所有問題 那眼影盤本身才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這個眼影盤如果一定要 得用打底 它才會好暈染 才會顯色的話 我就會覺得它就是一個不好的眼影盤 我也不需要花時間去打底 來救這個眼影盤 所以我就沒有用打底做測試 因為這個黃色這樣看起來 我覺得它的顯色度 我覺得還蠻能接受的 接著拿一支比較小一點的暈染刷 那這支是Morphie的M506 然後我要沾黃色上面的這個顏色 叫做Coral Punch 它也是蠻會掉粉的 然後我要上在比黃色下來一點的地方 就是不要像剛剛黃色一樣暈這麼出去 我覺得是我這個燈光的關係 所以看起來好像顏色很不均勻 可是我覺得其實我自己這樣看蠻均勻的 因為我現在的燈啊是這邊打白燈啊 那邊打比較暖一點的燈 然後中間沒有燈 所以我覺得這樣看起來好像眼影變得不是很好看 可是我自己用鏡子這樣看是還蠻OK的 接著拿一支比較扁一點點的暈染刷 然後我要拿這個Nispop這個桃紅色 我要畫在眼頭和眼尾 這個桃紅色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不顯色的桃紅色 因為我覺得桃紅色是一個還蠻好做的顏色 可是它這個就對我來講不是說很顯色 可是它的顯色度是夠啦 我想要把桃紅色加深一點 我先用Sweet Tea這個顏色加深看看 如果不行的話再用Old Fashion這個顏色 先用同一支刷子沾Sweet Tea看能不能變深一點 答案是不行 好 我先用最深的咖啡色 我覺得它連這個咖啡色好像都不是非常顯色耶 它的顏色我是看得到的 可是比一般的眼影來講不是很顯色 跟我常用的眼影比起來 接著我先用手畫完眼睛中間的顏色再繼續去暈旁邊 那我眼睛中間的顏色我要用這個Strawberry Lemonade這個顏色 它是一個金屬的粉紅香檳 它顏色非常非常漂亮 壓在眼睛的中間 然後拿剛剛放咖啡色的這個刷子 把它的頭尾暈一下 接著下眼影的部分呢 我要跟上面一樣 就先用Lemonette crease這個顏色黃色 花下眼影 接著拿剛剛畫蜜桃色的那個小 玉蘭刷 沾蜜桃色 Coral Punch 再靠近睫毛的地方 接著拿一樣的玉蘭刷 拿剛剛這個最深的咖啡色 在尾巴一點點的地方 接著拿一個扁扁的刷子 那這個是Morphy的M210 那我要沾Citrus這個顏色 放在眼頭 這樣子 那接著我去畫好眼線和睫毛再回來 那我畫好眼線和睫毛回來了 這邊雖然剛剛眼線用了一個就是第一次使用的眼線 所以這邊的眼線剛剛失敗 我就修了一下 所以這邊的眼影就沒有那麼好 然後這邊的光我覺得也沒那麼好 但是這邊就是我覺得 算是一個 我自己還蠻能接受的一個眼影 那整體來講呢 我覺得 這一次的使用經驗比上一次真的好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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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我不知道是因為上次我第一次用它上面可能有一層 噴一層東西還是怎麼樣 不對啊 我上次用它也是很掉粉啊 反正我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我覺得 我上次用它的 我畫出來的妝真的非常非常可怕 就是 暈也暈不開 然後顏色又不顯色 可是這一次我覺得 算是還蠻成功的 我自己覺得啦 我的眼妝 所以這盤 嗯 不知道欸 我也還在決定我到底喜不喜歡它 因為 它比一般 就是我習慣用的眼影還要花更多時間去暈它 因為它的顏色沒有這麼 顯色 然後 又很容易掉粉 所以我還是不知道我到底喜不喜歡它 只是今天這個眼妝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可是如果要花 一樣的時間去達到這個眼妝的效果的話 我可能不會 選擇它 因為這個色系其實也是 最近蠻流行的色系 其實很多眼影盤 都是有這種色系的眼影 那我覺得 我可能會選擇一盤 比較的快速完成這一個 效果的眼影 我就不會用這一盤去 想辦法把這個眼影畫出來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這個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呢 不要忘記幫我按讚 然後每個禮拜有禮拜五晚上 幫你來幫我對朋友分享新的影片 所以別忘記要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下次見 掰掰 請看 點讚 快點讚 很快 可以